-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-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-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-Hello 你好 我是小春 -我们今天来详细介绍 -反攻魔教到底该怎么玩 -反攻魔教开放到现在 -大概也一星期了 -还是有许多人搞不清楚它的玩法 -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个详细介绍 -让你从魔教新手变成魔教大佬 -不然武林盟最多就只有100个人的名额 -一两位不会玩就算了 -如果一个盟里面 -有5名以上玩家不会玩 -甚至是不想玩 -那拖垮了就是整个盟的速度啊 -因为5个人至少可以占200格的领地 -而且魔教一个月才一次 -奖励也是相当的丰富 -所以希望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武林盟奋斗啊 -OK 那我们直接看详细介绍吧 -反攻魔教的路口 -在武林盟界面的左下方 -第一次进入反攻魔教 -会有个龟壳可以进行占谱 -占谱的结果影响到你这次反攻魔教 -是在沙漠或是雪地 -然后一开始会有侠客5选1 -你必须先选择5只侠客 -才能进行后续的步骤 -这边建议至少选择有金脉 -而且高火的侠客 -这样子一开始你才会过得比较开心一点 -进入反攻魔教之后 -这边里面包含了许多的功能 -我们一一来介绍一下 -右上角会显示你的战薰 -战薰最主要作用就是招募侠客 -以及升级天赋 -左边这边有个快捷战报 -快捷战报会显示武林盟所有成员的动态 -左下方有个近身之路 -这个是属于个人的任务 -在反攻魔教活动期间 -即使你换了一个新的武林盟 -这个解锁的进度也会跟随你到新的武林盟 -完全不会损失 -这边最主要会影响 -你可以占领多少领地 -以及招募多少只侠客 -下方第一个选项是招募侠客的地方 -只要你的武林盟里面 -有玩家连接到这些地方的酒馆 -你们整个盟的玩家 -都可以在这个酒馆进行侠客招募 -前提是你的领土 -也必须要跟你的盟友连接 -才能开通道路 -当你们的盟连接越多酒馆之后 -相对的你们招募侠客 -的选择也会变多 -每间酒馆刷新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一次 -然后每天可以招募的次数有十次 -招募侠客是快速帮侠客 -恢复体力的手段 -假设我在酒馆里面看到了 -我需要的独孤求败 -那我就点击侠客管理 -然后找到独孤求败 -并且请离他之后 -然后你再重新招募一只独孤求败 -那你的独孤求败 -100点体力就会完全恢复 -不然按照正常时间 -15分钟才能恢复一点体力 -相当之久 -所以每天的招募次数 -务必把它用完 -这个必长的珍贵啊 -下方第二个选项是 -武林盟军团任务 -军团任务是 -所有人共同享受以及奋斗的目标 -如果你是活动期间幻盟的玩家 -基本上你一进入的时候 -就可以领完所有的奖励 -下方第三个选项天赋 -这个功能会影响 -这一次你反攻魔教里面 -所有侠客的属性 -这里天赋的点法 -建议先全部点到一级 -然后全部属性点到五级之后 -你才能继续点到第六级 -然后当你全部的属性点到十级之后 -这边下一个步骤 -一定要全部先点到十一级 -因为从十级点到第十一级 -属性会直接暴涨一波 -所以你如果专注某一个项目 -点到十五级的时候 -你会发现你的属性 -输了平均点到十一级的玩家 -整整一大截的属性 -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一下 -然后当你全部天赋点到二十级之后 -中间就会额外再开放一个属性 -这个属性是对打王有所加成 -60万的功勋可以点一%的数值 -不过这个数值说真的算是不无小谱而已 -下方第四个选项战功榜 -这里面总共分为三种奖励 -第一个教主战功榜 -这里面会记录活动期间内 -你对王造成的总伤害 -造成伤害的多寡 -影响到个人奖励的排名 -而且每次击杀王之后 -你都会获得一个击杀王的奖励 -第一次击杀给普通香指五个 -第二次击杀给稀有香五个 -第三次击杀给华丽香两个 -第四次击杀给五十联盟币 -所以只要你的教主击杀越多轮 -那你们的盟在活动期间内 -就可以拥有更丰富的奖励 -比如你们盟总共击杀了王二十次 -所以你们结算的时候 -总共会有普通香二十五个 -稀有香二十五个 -华丽香十个 -联盟币三百五十 -这奖励算是超级好的啊 -第二个教主难度榜 -这边就记录着活动期间内 -你们盟总共击杀了王几次 -击杀的越多次排名越靠前 -第三个活跃榜 -这边记录着活动的时候 -你拿到多少的活跃积分 -不管你是占领地 -打王 -打蜜血 -打关卡 -通通可以增加你的活跃值 -只要你有消耗体力 -做以上的步骤 -你的活跃绝对不会低 -所以要尽量保持活跃度 -在一定的水准 -避免被踢 -下方第五个选项 -战爆 -这里面会详细的记录 -你消耗体力的过程 -对于喜欢研究战斗资讯的朋友 -这边也有提供战斗重播的功能 -下方第六个选项 -据点 -这边会详细的记录 -你占了多少的据点 -当你据点不够用的时候 -就可以选择来这边放弃据点 -下方第七个选项 -地图 -这边就会详细的记录 -你们的蒙目前分布的情况 -一开始的出生地 -就只有左边的雪地 -跟右边的沙漠 -左边的朋友 -你要先走到上方红色的据点 -右边的朋友 -你要先走到下方红色的据点 -通关之后才能一路走到中间打王 -然后如果你前几天跟不上大部队的朋友 -你就会走得比较痛苦 -因为你没有你的盟友 -可以跟你一起走路啊 -然后右边有一个军团助手的选项 -这里面会记录着你们盟 -目前想要攻打的地方 -或者是重要的地方 -这个功能可以由玩家自行标记 -不过标记的数量有限 -右边还有一个本期主题的功能 -这个本期主题算是魔教入侵最大的特色 -像这次的主题明显是偏向于外商队 -所以如果你刚好也是外商系的玩家 -你这次的伤害力就会特别的高 -那如果你不是外商系的玩家 -还是介意你个人选择经脉高的侠客进行战斗 -OK -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的部分 -首先一进入魔教入侵的时候 -你必须要先搞懂你在哪里 -像我个人在这边 -所以我要跟上我的大部队 -那我就必须要先跑到这个地方来 -那就是我要往下方移动 -然后你在移动的过程 -你会看到土地有所谓的等级 -然后你点选攻击之后 -选择你的部队 -可以进行单方面的攻击 -攻击完之后 -假如你占领成功 -那你的人物就会往前移动 -那你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往前走 -假设这个领第一四级 -你可以尝试打打看 -你看现在就是战斗失败 -然后对手不掉血 -是因为我的侠客太弱了 -如果你侠客本身有一定的强度 -你也可以使用慢慢攻击 -来占领这块领地 -不过这种攻击法超级浪费 -还是建议不要这样子 -还是建议找你一级必杀领地 -会比较划算啊 -所以像我现在卡住了 -那我就必须要往一级的地方移动 -因为一级的土地 -我可以确保我百分之百打得过 -然后你打赢土地的时候 -上方就可以看你目前还能占几块的领地 -跟你每分钟可以产多少数量的战功 -反正就是用这种方法 -尽量的赶上你们的大部队 -然后当你连接了盟友的领地之后 -只要你们的路友开到王这边 -那你就可以直接进行攻击 -然后攻击的方式一样 -就是选择你要攻击的部队 -然后点选挂机即可 -不管你的人有没有在线上 -他就是会拼命的帮你攻击 -非常的省时间啊 -然后当王死亡的时候 -这一圈内圈里面 -就会出现可以攻击的蜜穴 -我们来看一下 -蜜穴大概就是长 -这个样子 -因为王现在还没死亡 -他是未开启的 -然后蜜穴总共有几个 -我有点忘记了 -反正内圈全部的蜜穴打完之后 -可以扣除8小时的复活时间 -一只教主正常的复活时间 -大概是12小时 -所以如果你们把全部的蜜穴 -全部打完 -那王的复活时间 -会只剩下4个小时 -然后最后再说一下 -这个个人任务 -这个个人任务 -我是没有全部解完的 -因为这个全部解完 -你要占领超级多的实际领地 -如果你有超级多的实际领地 -可以尝试解看看 -但是如果你没有实际领地的话 -那你就是要跟你的盟友协商 -请他们让出实际领地 -才能解这个任务 -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-不差那5到10个普通箱 -所以我个人是选择 -没有解完穷的任务 -一方面是神体力 -一方面是尽早的开始打王 -因为王会随着复活的次数而变强 -如果你跟我一样 -是还没有6麦的玩家 -我建议是赶快打王 -增加点输出 -然后给那些6麦以上的玩家 -占领地盘 -反正活动有两个礼拜 -后面一个礼拜 -就是看大佬我们的输出 -像我个人是没有选择解任务 -所以我的输出是名列前茅 -因为我超早以前 -就在帮忙打王 -所以要不要把那些任务解完 -就见仁见智了 -毕竟每个人的想法 -还是不太一样的 -OK -那以上就是反攻魔教的详细介绍 -那今天影片就到这了 -我是小春 -咱们下次见 -拜拜 -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